作词 林志明 李宗盛 好了 刚刚是不是说了这个百万几架构了 让我们看千万几架构 那明显能感觉到是比刚刚还要还要 当然啊 这个组部其实到最后画得稍微有点问题 因为我把负载整个服务器也画在了主服服器上面 但是,现在一般的架构里面,在主服务器上一般都会做负载证号,或者服务均衡还是做在重服务器上,OK? 好了,这个画得比较恶心啊,但是我说,主要是为了讲座,所以是简单化的讲座,并没有做任何优化,OK? 那,我们先看一下,我们首先说,要想做千万级架构的时候,首先是不是在网站上是不是也搭建了负载证号? 然后,在这里出现了一个叫做CDN的讲座,我不知道你们听过CDN吗?CDN叫做内容分发服器,它的是,各位,首先它不需要我们自己搭建,咋来了?买的,从哪买?去找百度,去搜,网通电信,网速都有,咱们国内大的运营商都有,它的作用是作为,比如说, 我的网站,就算我搭建了一个十几台服务器的期权,我按千万级架构的时候来做设置,没错吧?那好,那我现在问题来了,我就算是这样决定,我把它搭好,搭出来之后,那现在呢? 我把它放在北京,那我问你,因为我们南北带宽的这个问题,上海,我们广州讨论,慢吗?慢吗?这么解决。 在最早的时候,我们的解决方法是,北京搭一组,上海搭一组,广州搭一组,然后重庆,什么沈阳,西安等等吧,全国调了二十多个大城市,全部都忙。 哎,这样做可以吧?但是,不光是你买服务器的问题,这个还真不是这个问题,后来发现的问题在哪?其中在哪?最大的问题,维护问题。 那你是不是要在上海,北京,广州,重庆,这些地方,各大,各建一个这样一个工作室或者办公室,然后是不是要有专门的人员是不是来做维护?要不要? 这要要的话,这成本是不是就无法补量了?是不是就无法补量了?那要不要,出来问题怎么办?买机票吧?那我要把服务器打在美国,你怎么办?你明白的说什么? 所以,其实这样做是当时被迫无奈的解决方法,后来像电信、网速这样的大公司,咱们国内的运营商,他们就发现了这个问题,怎么办?他们是不是自己来拿服务器? 他反正是要在北京、网州、上海都要拿服务器,他是不是要拿机房?是不是用来给你做托管服务,做服务的?那我何必不在我的机房里我再买点服务器呢?然后呢,干嘛? 对你出租,你可以把你的网站的部分内容上传到我的cdn上,然后呢,因为我在全国各地的时候都有自己的机房,可以保证在全国各地访问的速度是基本上吗?能听到吗?这样原必我们自己来做这样的工作,成本要接近多了多了多,我只要出租就行了,能听到吗? 而且网州他们是不是也会在全国各地都找自己对白?他要买机房肯定也有点,他的成本是什么?他没有增加成本,但是他是不是增加了业务,增加了营利点?那是不是双方都有努力? 所以现在,我们一般就不再需要自己像在我们之前那样的做法,成本的问题去打,而是什么?就这个事情。但是,这个是有一定局限的。也就是说,你不是想往上面放什么都可以,你不是想放什么都可以,你只能放什么?放静态的东西。有意思。 图片,图片,动画,这个东西是都比较大。就算是经过裁剪的图片,是也要远比文章,文字大多。你们注意,你们在网站放的那个图片可不是原始图片。现在一张原始图片多了,取决于你的像素。各位,如果你配备专业的单反,然后把像素调到最大, 一张照片就有可能三四十张,一张照片就三四十张。你要是把这个照片放到网上,我告诉你,你多大的服务器也不行,都不行。几百张图片就办,你的服务器就能当。听懂了,不可能,那怎么办?空。所以我们的时候才有UI专业。UI其实是叫做设计专业,但是我说,要真想做设计,半路出家是没有可能的。设计专业都是什么,从小时开始画画,什么还要有天赋。 然后是才有可能能做到这些东西。所以说,将来我们不管是哪一个公司里面,主设计师都是非常高端的设计。它的输入一般都要比普通员工多很多,OK,你们也比贵的。但是,一般来说,普通网站没大网站有一个就够,那剩下的这些哥们干嘛呢?或者说,咱们主要推荐的是什么?咱们主要推荐的是什么? 人家设计好了,我是把它做合适的餐厅,做一定的修改,甚至都放在我的互联网上,它是有一定专业技术要求的,OK。 带来的后果是,有好处?有。它是需要大量的,相对来说比较低端的职位,但是只是相对那个主设计师,这个职位其实前进也还不错,OK。 然后呢,入门的技术含量时要求不高,没错,然后呢,对学员的素质要求是也不高,而且需求量量量升,所以现在UI特训也很高,也很高,能听到?最起码反正招学力打不过,而且都是女孩子。 我觉得,说实话,我们如果真的招了一个女生,我可能还会比较头疼。咱们这个专业可能比编程专业,比UI专业都更加排斥女生,真是,真的是。 但是男生可能这样好得多,女生找工作可能会大不起,OK。所以你们,不光你们这样,你们可以放心,可能我们以后的班级都这样,都是咱们的这个和尚班级。 不过我们好在之处,好在什么?UI专业就在德币,是吗?其实也就是跟你说,那个一期班跟UI专业待了四个月,也一点事儿都没发生过,甚至连跟人说话都没干,都没干过。 反正这事儿,关键人看有自己啊。 好了,我解释了内容分发服务器的这种,听懂吗?我来说什么?有什么问题? 那不是我们家的吧?哪来的?发现了租的,听懂吗? 好了,但是这东西是必须的,我们把我的图片和近战的一件传上去,它是不是会回到我的网站? 最起码,很大量的一些数据,是不是全国访问的速度是不是都差不多? 听懂吗?好了,那接下来,这时候是不是就需要考虑给网站搭负载了? 其实我说,之前我们刚刚说的那种情况,这种架构其实基本没有,就算你的访问量不大,它是不是也需要发负载了?明白? 或者,其实我说,我把每个栏目分开,其实是为了考虑我们到千万级架构的时候才访问。 其实,一开始如果只是百万级架构,你可以把三台服务器的数据完全一致。 比如说,网站复制到三台服务器,明白?不用把栏目分开,然后在这之上大一个复材。 能听到你说什么?这样的话,完全可以,就可以支撑百万。 但是,如果再往上做,像希腊这样的,它是否仿佛量可能都是上七十亿,甚至更高? 你的栏目指就一定要分开,否则就会出问题。 听懂吗?我再说,架构绝不是一成不变, 而是根据你的实际情况下来做新领域,听懂吗? 好了,这种情况下,其实千万级服务器也允许一台服务器的服务器做分担, 然后每个网站的数据一致,听懂吗? 当然是也可以像我刚刚说的,把栏目拆开, 然后只把主服务器做负载就好,也是可以,能听到吗? 好,那我说,如果你真相信那样,仿佛量真的更高, 那你是不是要给每个栏目还要做集权,做负载就好? 听懂吗?能听懂的说什么? 好了,这时候它还需要有个静态资源。 各位,CDN是不是就是做这个事的? 本地其实也需要把静态资源提出来, 为了减少我的外部服务器的压力。 所有的静态资源都不再需要从外部服务器的东西, 当然不能从数据库里。 你小心啊,你的图片是不能保存在数据库里的。 你想,一张图片就三四十张, 你几百张图片是不是让你的数据, 或者上千张图片是不是让你的数据, 都会让你的数据打到几十次的流量。 你的数据都会参加, 数据会绝置上不了,听懂吗? 所以,静态人间是一定要单独出出来的。 这里面只有什么? 动态的数据库,明白吗? 这种策略叫做动静分离。 我刚刚是不是说了主层分离的一个意思? 那这种策略叫做动静分离。 什么意思? 需要放在数据库里的时候, 才塞到数据库里。 其他的东西的时候, 都从数据库服务器直接取出来, 不允许放在数据库上。 听懂吗? 动静分离。 OK, 但是我再说, 不管是主层分离, 还是动静分离。 其实说的时候都是原则, 或者说是概念。 你真的要实验起来的时候, 需要考虑的东西和技术时候, 还有很多。 那我今天现在只是干嘛? 只是干嘛? 是不是做, 告诉你这些东西有多好? 是吧? 我们以后大概能实现这样的东西。 其实我说实话, 实现不了, 因为你们需要匹匹工程师的配合, 我们自己实现不了, 懂就咯? 但是我们核心技术, 或者说在运营这些, 这块需要用到的核心技术, 我们全都会做。 明白吗? 全都会学习。 听懂吗? 好吧, 同样, 同样, 缓存是不是也需要的? 缓存是不是还要? 那现在, 只是对数据库是不是变得更加复杂了? 这块有一个叫做数据库连接池。 我简单说一下, 其实各位, 对切皮语言来讲, 一般情况下, 我们认为不需要连接池。 连接池是当年江湾, 江湾原GSP写出来的, 脚本可能不是GSP, 是GSP, 是GSP, 是GSP写出来的程序, 所以, 它有点需要这样的概念。 但是我们发现, 数据库连接池对大放入量网站是有限, 这是非常大的好处。 所以, 建议大家如果放入量增加, 我们需要考虑给我的网站加入数据库连接池。 其实, 数据库连接池已经涉及到中间键开发。 我随便写到这儿, 已经涉及到中间键开发。 中间键其实是一个某个概念, 其实指的就是什么, 我的网站一旦增加, 如果达到一级网站的时候, 中间键它既介于运维工程师, 也介于编程工程师之间, 但是没有这个东西考的话, 我的网站是达不到一级网站的这种架构。 OK, 所以这是一个相对来说较难的东西。 为什么? 编程工程师是不是也不选? 运维工程师是不是也不选? 但是, 访问量增加的时候, 它是比较要用。 啊, 这是什么? 很多技术都是什么? 才是新在出现, 都在逐渐出现。 但是, 只是现在可能很多都是一个概念性的东西, 不一定有。 但是, 逐渐有一些东西, 我们固化在中间键的技术里面。 比如说, 这里的地别人坚持, 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东西。 OK, 那地别人坚持的作用是什么? 这个你们可能就不一定去那些东西。 我简单说一下, 它就做了什么? 首先, 如果我们的网站需要搜索数据库, 或者连接数据库从里读书数据, 它需要做一个完整的数据库这个过程, 它需要先把数据库打开, 能听到, 然后呢, 输入数据库的用户没合力了, OK, 然后, 输入搜索查局一句, 能听到, 然后呢, 从数据库的搜索完成之后呢, 读习数据了, 读习数据了, 是结束这个数据库的进程, 正确关键数据, 然后才能取出这个数据库的完成, 才能结束。 能听到, 它是一个完整的过程, 有人讲是八路, 这就是PP工维师来讲是他的学习的重点, 他就把它叫做天空八路, 有人讲是六路, 但只是, 其实没什么区别, 只是把中间一个小环节, 是不是需要, 明白? 有人讲是六路, 他就给他写的名字叫做六脉神剑, 其实就是为了你们好记, 但是我们不需要你们知道这个, 这是通过PP工维程序, 在我们数据库的时候, 需要做一个八路, 能不能, 好吧, 但是我问你, 这样做的好处很明显, 用数据库的时候, 打开一下它的文件, 不用的时候是把它关掉, 然后减少资源, 听起来就很好, 但是, 当仿的量不断增加, 达到了一级仿量, 那我问你, 打开数据库和关闭数据库是否需要耗费资源? 用了, 用了, 当然用了, 甚至, 打开数据库和关闭数据库消耗的资源量甚至可能比你的简单查询和消耗的量还要那么问题, 当仿的一纽路, 很频繁地去打开关闭你的数据库, 也就是说, 它只要仿的一次, 你是不是要打开前方的领寨? 你如果压力影响是否, 你的数据库系统本来就很慢, 它是全部落费在这个, 不用操控它了, 所以, 它需要干嘛? 做人坚持, 人坚持的最主要做就是, 正常情况下, 数据库和关闭, 必须做一次完整打开和关闭, 才能算一次操控, OK? 但现在不要了。 我在数据库和人坚持的一刻, 我先打开一千个数据库系统, 我假设, 放在那儿, 然后呢, 你等来一个人, 是要访问数据库, 我给你一个数据库系统, 你拿了这个签设, 就是你搜索, 搜索完了之后呢, 你不要使用关闭, 你干嘛, 把这个进程式再关闭吧, 能听到你说什么呢? 这样做的好处是, 是鞋少了, 是就不打开和关闭, 有这样的一个自然消耗, 能够来支持更大量的, 能够吗? 其实这是最早的, 加快的概念, 后来我们发现, 就大方量的概念, 这东西是需要的, 所以, 我们现在一般推荐, 这个大方量的时候需要加入中间间, 这样的数据会得坚持, 有没有听到? 按手吗? 咋子选择了什么? 不选, 它不是这个东西, 拼拼工程师选择了什么? 一般情况下, 也不选, 它也不是他, 所以这就是比较麻烦的东西了, 听懂吗? 这也是为什么这东西比较麻烦的东西, 听懂吗? 很多人说, 这也是架构实实, 你就必须自己来解决的事, 听懂吗? 为什么架构实实, 听懂吗? 说什么? 好吧, 至于后面那些东西, 其实我们已经解释过了, 不再多数了, OK? 其实, 做这些架构的时候, 我们根本核心内容, 我说了, 最主要的原则是, 看到吗? 看到吗? 什么? 啊? 是什么? 和训严则是什么? 啊? 一道门槛, 两道门槛, 三道门槛, 四道门槛, 减少就受处的所措, 看到吗? 我来说一道, 看到吗? 也就是说, 反过来越大, 我们师律故事, 就要越要对更多的这个保护手, 咱们保护下, 缘缘很简单, 是吗? 啊? 我说了, 他是大爷, 哎, 你要不要用他厉害, 他一罢工, 是不是整个网站全都掌握? 啊? 他过得越轻松, 你的网站是, 就仿佛两边了, 听到老门槛说什么? 啊, 这当然, 如果更高仿佛的网站建筑, 你是不是需要设计出来更加复杂的东西, 用来帮我数据库, 听到吗? 当然了, 我说, 如果有一件, 我们真开发出来一个数据库, 是吗? 他的性能无比较大, 你随便怎么调整他, 他也不贪婚, 那架构实施有很多事件, 你是不是肯定那样了? 你不知道, 哎, 我说, 不想看这个事, 不太看, 是不是会大的确实是比较大? 好吧, 我再说, 这只是我的设计, 我是不是设计的四道门槛, 你们在工作当中一定是建造的四道门槛, 不是吧, 我再说, 家会绝对是什么? 一全都别了, 我讲的这只是一个思路, 从单网站, 如何向千万级网站转件, 要如果是更高级的网站站, 甚至更不高级的网站, 各位, 你们觉得国内网站哪一个的基础价位有多吗? 不好意思, 你嘞口 ради瞄õ才算露件呢, 那你 apostles, 只同一个姐姐的那些网站在身边 1969lais技有 ranges。 很多东西进行短路件之间按过了吗? 非常谢谢、